3,2,1 哇,实在是太低支了 来,有请三位,我们一起来到舞台上 可以留念,来,有请三位 我们稍微站稳一点 同样的面对我们左中右三峰的媒体镜头 我们一起照顾一下 来,3,2,1 好的,谢谢神经女士,谢谢Elene,谢谢二位 我们先稍时休息,让韦婷先稍留片刻 那现在呢,这个舞台是完全属于我们的韦婷的 那现在呢,您可以和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精致的蜡像合影留念 来,随意的感情pose 来,我们先谈美女朋友 抓紧时间记录一下这样的一个时刻 来,韦婷看一下这边 这边看一下 来,这边看一下 是韦婷 好,OK了吗 好,这边来看一下 好,不好意思 来,照顾一下各方的媒体朋友 哇,太帅了 好,最后三秒钟 3,2,1 好的,一会儿还有拍照的机会 不好意思,各位没错 来,韦婷我们这边请 我们一步到这边 来,谢谢 来,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 好的,真的是太帅了 那今天的实时是一个非常特别 并且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样的日子 那我们的韦婷呢 当然不会忘记现场这么多粉丝的支持 与关爱 还有很多粉丝没有来到现场 那么我们也从热情的粉丝的 这样的一个提问当中挑选出了几个问题 我们现场来一个快问快答 来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小小的好奇心 OK吗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来到上海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张大佛爷这样一个角色呢 可以说红遍了大江南北 对这个角色你自己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我要谢谢 有时候作为演员 就是有时候一个角色 能够带给一个演员很多东西 就是通过演一个成功的角色 然后大家也喜爱的一个角色 然后带给我的就是 我一直以来梦想中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拉像 居然可以好像一个梦成真 因为小时候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小时候去看一些大明星 没想到真的永远没想到 自己真的会有自己的拉像 您现在不光是大明星 是超级明星了 对不对 客气了客气了 没有没有 真的是很厉害 那我们都知道啊 您在尝试了众多的影视系列之后 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要自己尝试的 那个角色的类型 有没有 其实我自己没有刻意的去想 我要演什么角色 当然我觉得每一次我 对这个角色有兴趣的话 我就要全程投入 去把那个角色演好 所以我这么简单 酷 好 我们都知道韦婷是一个 多新发展艺人 包括影视啊 综艺啊 音乐啊 时尚啊 那你自己最享受的是哪一种身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每一个身份都要组合成成为厅 每一个都是其中的一个 你这么多的身份才组合成独一无二的成为厅 OK 好 那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 见到蜡像时的心情 三个词 摔 输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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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说一个词 还有五词 还没有替上镜 我那天做那个大唱的时候 我好像 因为我记得不知道 为什么我现在年纪大 年纪大 在我面前说年纪大 我要跪下去了 几个小时开始呢 那些胡子要生出来了 这样子有男人味 对不对 张琪珊的那些胡子 对 对啊 这样才有男人味 OK 那你觉得辣像和本人像吗 哪里最像 男人像 我觉得是 哪里像 就是 仿真度真的蛮高 胡子最像 就是 我自己会 有点紧张 看在我自己 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 我这个感觉会很奇妙 对吗 对对对 好的 那在制作辣像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 呃 因为 其实在 制作的过程 其实你不能动嘛 然后 他们就 叫我 做一个post 然后我说 我就问 哎 要多久啊 那个post 因为我听说 要很久了 哦 几个小时 那我就说 那 做一个舒服一点 对 但其实 因为这个post 是张庆山的 警察会 会做的一个造型 嗯 然后 然后 里面 其实我觉得是 呃 那像 那像馆 上海路上 那像馆 是非常认真的 因为 里面的戏服 也是 缓震度 非常高 非常高 就跟戏里的戏服 都非常像 对对对对 尤其是这个巴 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巴 哦 对 也有 也有保留在这里 哇哦 这个才是男人的标志吗 还有什么 清爽的 说是 这个应该叫 不是人 我知道是人重 你说 旁边的呀 这应该算是 应该算什么字 叫美人质吗 美人质 这也是美人质吗 我的美人质 也是一样的 就是蛮厉害 对对对 就其实真的是 非常 仿真度 是几乎是百分之百 对 这里还有一条 眉毛 多了出来 然后 因为我自己 这边也会 经常不知道 为什么 会生一条毛 出来 哦 真的 多了一条 所以就是 几个小时 的这样的一个 苦心经营 苦心的在那摆 pose 没有白费 好 还有后面 现场 换一个发型 真的很像 对 好的 那太棒了 那今天呢 其实还有很多 就是一路上 感谢你支持 你的朋友 来到现场 那这 一路走来 你最想感谢的是谁 哦 当然要感谢 我妈妈 我爸爸 把我带到 这个世界上 然后 也要谢谢 我的家人 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因为从小时候 当我觉得 要进入 乐成这个行业 他们 其实承受的压力 没有比我少 因为他们 总会担心我 我是家里面 最少的一个 所以 无论到现在 他们每天 也会微信我 问一下我的情况 所以 这种 家人的感觉 我觉得是 有时候 是我最大的动力 对 当然也要谢谢 我的粉丝 因为 这几年 我的成功 大部分也是 靠他们的 因为 没有他们的支持 根本都 很多事情 成就不了 对 我觉得你还感谢自己 因为你自己的努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 对不对 哦 这个 我觉得每个人 也要感谢 对 必须的 那其实呢 今天有非常多 就是 等候多时 也是非常爱你的女皇们 来到了现场 有什么话 想对他们说的吗 哦 别摸她 就是 别弄乱她的头发 OK 好的 那在这里 首先要感谢 韦婷的精彩回答 那今天呢 我们还有一份 小小的surprise 要送给你 那就是我们 高盛的邀请到了 粉丝代表 来到我们的现场 有一份礼物 要带给你 那这份礼物呢 是通过广大粉丝的 爱心接力 而聚集而成的 这样一个漂流 是挤满了 大家对于你的热爱 与支持 来有请我们的粉丝代表 来有请 来我们一步到这边来吧 这边舞台比较宽阔一点 来 你要合影吗 来来来来来 一起面对我们的 媒体朋友的镜头 我们来可以忍两步 哇 两个邱伟廷中间 太幸福了 他现在已经一句话说不出来 好 来 三 二 一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粉丝代表 同时要么有请工作人员 将我们的这个漂流屏 带邱伟廷先生先保管一下 来工作人员有请 谢谢 好的 那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要再次感谢 邱伟廷先生 以及现场所有到场的媒体朋友 和广大的粉丝们 那我们陈伟廷先生 蜡香呢 将于今日起在我们上海 杜沙夫人蜡香馆里 正式的展出 那欢迎各位粉丝和游客 前来参观 最后在这里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全能艺人 陈伟廷 谢谢 来 可以上去休息 谢谢 同时在这里呢 提醒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 大家可以准备好自己 让我们感谢邱伟廷先生 然后取访 我们来问 你今天取访 第一次 作为今年第一位 以事情向入住 上海渡沙夫人蜡香馆的一人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荣幸 还有 有时候 有一点还不相信 因为 就是从小到大 也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一个 自己的大象 会放在大象馆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会经常去那厂馆 看我喜欢的女心 所以这一次 就也带给我了一些回忆 就是回到小学后面 这个感觉 好 然后现在 你也是就是 现在非常受苦 特别大家欢迎 和喜爱的一个男演员 那在你出演出多 影视作品中 哪个角色是你最亲爱的 然后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讲一下 到现在为止 老实说 我觉得 最成功的 但是是张其昌 就是张大火焰 不然的话 上海 特上 大象馆 也不会 挑选 他来 做出一个大象 所以 对 我也是非常开心 好的 谢谢 然后我想 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选择去接这个张大火焰这个角色 他到底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呢 首先他是一个真汉子 就是 真汉子 真汉子 真爷们 对 然后 他的个性非常热血 还有 他最主要的就是保驾卫国 我觉得这个 我一看这个剧本 我就爱上张其昌之类的 好的 那在您拍摄 老总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有趣 或者是让您想很深刻的事情 然后可以跟您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 这个里面 有很多 爆破的戏 里面最后一场戏是爆破 我记得 真的差一点 就一个爆破点 就 跟我的距离 很近 真实派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危险 然后 然后爆完之后 因为那一场戏 就是说 我被爆开 炸开 然后飞到另外一遍 然后当时候 我起码有五到十 这一分钟是耳鸣 就是完全 不要任何声音 就是那一场戏 我到现在为止 也是比较深刻的 好的 然后那个 接下来就问 关于你的巡回演唱会的 就你一定在意 2017巡回演唱会 4月30号 广州战就要迎来最终场了吗 那可不可以提前稍微透露一下 就是在广州场的环节中 有什么特殊的一些 设施或者是环节 让大家可以更期待的 是2017年 这是我演唱会 从去年到现在 去过重庆的朋友 朋友都是 因为我刚刚前几天 在重庆举办完演唱会 然后其实在舞台上面 已经是非常不一样 有很多里面的歌 也有也不一样 所以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诚意 给大家 就是巡回演 希望每一张 也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给大家看看 好 然后 最后一题就是 现在爱你的女皇呢 都非常关心你的 一个工作状态 然后还有工作状态 然后呢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今年大致的一个工作安排吗 无论是演艺方面 或者是歌唱方面的 然后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影视拍摄计划 在就是进程中 对 刚刚推出了 四个着迷 然后 MV也会快 在路上 对 然后 然后 近年会有 决定 那电视剧会播放 现在也是在拍戏 那我们今天就问题就问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崇禺廷先生 接受我们的群法 然后让我们可以看一下镜头 然后让大家 对 好的